Hello大家 今天的视频呢 还是围绕这两只 40尺寸的包 一个薄金 一个凯莉包 凯莉40和薄金40 今天有和朋友在聊天 就是他问到 40的包有停产吗 这个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吗 其实40的包 应该是没有停产 在圈子里面依然能够看到 比如说凯莉40 或者薄金40的全新的包包 在流通出了专柜之后 然后在专柜外进行一些流通 所以停产应该是不至于 但是呢 为什么大家觉得包包很少 我们知道这个爱马仕的产量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如果一线人员不去告诉他们 不去告诉工匠 有这个大包的需求的话 他们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些 比如说像女生用的2530 或者是35这个尺寸上面 他们就觉得已经够大了 35就已经够大了 OK了 35已经配货比例好像已经上不去了 最近呢 大家知道还有那种小房子包 20厘米的 以及还有其他各种生产线 比如说薄金的外缝的包包 所以留给大包的工时 应该是非常非常少 专柜出这样的大包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会觉得从这点上来讲 对男生挺不公平的 本身我们能穿的服装 可能就正是一些 可能就是西装啊 中山装啊 对吧 就是这样一些中规中矩的衣服 然后用包的话 可能也就是那几个颜色 然后那几个尺寸 但是呢 即便是这样 也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 往往在专柜找不到 自己想要的包 想要的颜色等等等等 那这是我们聊的第一部分 就是聊一聊 专柜对大包的一个态度吧 可以这么说啊 好像我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 就是Sales这边不会去建议 工厂法国那边 去制作大尺寸的包包 可能会觉得比较难卖 或者说说白一点 就是配货的比例上不去 对OK 那第二点呢 这个包包我给它做过清洁了 也是吐槽一下啊 这个包包大家知道 之前有换过金属件 上面的这个部分的金属件 已经去法国重新更换过 那即便是这么大的工程 他们也并没有做其他任何的 能让客人感知好一点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包包的边边角角啊 内缝的 所以它的边角容易 累积一些毛穴啊 灰尘啊这些 去了法国那么久之后 来到我手上依然是能看到 它内里的这个污染 还是比较严重的 同时外部的这种清洁 之前有没有做过 也是我也会打个问号啊 那我在做清洁的过程中 还是觉得非常有必要 再做再做清洁 对 装柜可能只做他们分类的事情 完全不会做清洁啊 包括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们不会做让皮革更健康的事情 比如说马鞍皮 它的这种质地呢是油脂浸泡过的 所以它的油脂含量会比较丰富 但是呢 一旦缺油的话 它的这个皮革可能健康程度就会下降 用俗话来说就会会更脆弱一些 强度没有那么强对不对 所以马鞍皮的包包一般到我手上都会给它 先保养 对这个保养过程基本上就是加油加脂啊 让它吸收更多的油脂 然后擦除多余的 挥发掉多余的之后 恢复一个比较健康的这种皮革的状态 至少目前啊 今天拍照的时候就会觉得 跟刚刚拿过来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比之前要好很多 那这个算是第二部分吧 就是吐槽一下工匠们 今天是一个吐槽会嘛 我不想做成这样 工匠们的这个保养的这个工序 我的理解是 他们可能会认为 如果你的包包一直很健康很棒 你什么时候会换新包 那第三点呢 我给大家建议一个 包包存放的这样的一个绑法 大家看到没有 这脖筋包啊 我身后的这个 大家看得到 这个马鞍皮的脖筋包 脖筋三菱呢 我依然是给它里面稍作填充之后 按照这样的方式绑起来 我会发现 这样的方式会让它的龙骨很健康 三角形的稳定性 对不对 同时呢 它整个这个部分呢 会有个向上的拉力 不会让它向下跌堆 对 所以这个是我新发现的 算是啊 新发现的一个比较好的 保存包包的方式 但是呢 同时我还是想说 没有任何一种 一劳永逸的方式 并不是你一个 一个包包啊 这个保持一个姿势 存放好几年 它就一定是 如何如何健康的 空气的湿度温度 是会变化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用它们 还是要用包包 如果需要保养的时候 即时去自己熟食的第三方店去保养都没有问题 只要不涉及上色啊 那存放的方式也包括比如说啊 像这样立着放 立着放 因为它的底部和这个横梁的位置还是比较能够支撑的 所以立着放的话 对它的包型的保持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有条件的话 当然是躺着放最好咯 像爱马仕的包包刚出装柜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包枕 让它这样 能看得清吗 像这样 顶部是比较平的 下面呢 是有一个雪梨纸给它垫着的 所以保持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个姿势啊 那大家只需要考虑一下 就是如果它的盖子没有打开的话 它的手柄和后面这个盖子部分 会不会有一个拉伸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把它敞开 然后平躺也可以 像这个TC皮的 那本身就是软皮的包包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凯利包面的话 对吧 一个包面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 更多的让它躺着放会比较好一些 即便是这样放 我也会觉得 好像没有躺着放那么健康 那其实我刚才有试凯利包 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绑法 那因为凯利包它的独特性啊 它有一个很方便扣的一个盖子 然后它是单手柄不是用双手柄的 所以如果凯利包需要这样放的话 那就直接这样放好了 对 这样扣上就好了 在这只40的凯利包到我手上的时候呢 陆续会有一些 喜欢40尺寸包包的朋友们 加到我的微信啊 那这两个其实是可以给大家做选择的 这个包包再描述一下吧 它整个会有使用感 会有使用感 但是呢 因为马鞍皮的独特的质地 呈现给你的 依然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这种皮革的状态 和非常耐用的这种反馈 以及呢 它的分量真的是很足啊 改天我们再做一个它的称重啊 本身呢 凯利包它的皮革的面积 应该没有薄金包那么大 再加上这个TC皮 这种软皮的感觉像是 没有啊 马鞍皮 它这个这个这个 分量这么足 再加上它有个肩带 我觉得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啊 那这个是凯利包 我之前其实有录过啊 大家可以找我来索取 它们的细节图片 才进一步了解 结合视频一起了解一下 那节目的最后 我试拎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好吗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